雙骨夾柴 芳衣咬住雙肺柴韻 那我們所說的柴味 一定是一個重點 一定是L型的 具柴器 就是一個虎口 裡面是不是一個 馬蹄形摩滯形的 是 是雙骨口 這個位置是 這個位置也是 是雙骨夾柴 雙骨西柴的一個格局 哇 樓梯開在不同的方位 竟然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門為口 T為 是舌頭 這個樓梯 我們正對客廳的正門 一定正對客廳門的 左後方上去 才是真正的 步步高升 所以你選的是很適合你自己的 就是你自己 對你是好的 房小仁又一周 前陽台又不好 讓你小人變貴人 一個風輕氣爽的舞后 詹老師卻獨自望著窗外 感覺若有所思 幫大家解決風水的原因 這麼多年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幫到大家 無論如何 而正當老師惆悵的同時 佩珍發現了老師的憂慮 張老師 你在這裡做什麼啊 老師這邊坐嘛 這次委託的問題 非常讓我傷了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 以你的實力 根本沒什麼好操心的啊 小禎呢 詹老師 竟然時時刻刻想著小禎 既然如此 我要趁現在小禎還沒有來 先搶流先機 跟老師討論這次委託人的問題 這樣我才能保持風水一節的稱號 呼應真 你是贏不了我的 老師 小禎沒來沒有關係啦 我們就先開始吧 今天這個委託人 家裡好像問題有點多對不對 問題真的很大 所以方位是要怎麼看老師 這個方位的問題 讓他做的行動比較好 做的地方 你這個角度切過去 老師你講太多話了 你一定很可愛 喝點水啊 拿露盆 手一定很沾對不對 面對佩珍的陰謀 小禎又該如何回應呢 好 佩珍 我早就知道她要幫我珍 風水一節的稱號 想趁我不在的時候 在老師面前出風頭 可是沒那麼容易 詹老師 今天這個襯衫 可是真襯您的補色呢 其實你們不用那麼費心 做過來了 不用那麼費心啦 其實... 你不用 其實今天這個風水 我早就要排好了 來吃零超新 來... 我們來看風水吧 來... 來... 準備好了 詹老師你聽我的嘛 準備好了 詹老師你聽我的 當然是我 詹老師 此時馬又欣一進門就發現 眾人已經吵得不可開交 讓她不禁開始懷疑起來 誒... 但你誰在做什麼 我哪覺得這個氣氛怪怪 剛剛... 我們的風水真的有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 馬又欣一怎麼這麼快就進來 我都還沒嗆完 我要說台詞呢 這樣的對真鏡頭 不是比較多嗎 大家一定會真理 她才是風水界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我來太難了 我也要好好幫助她 這樣才不會辜負 我是風水界的客男 斗術界的陳思念 我死命離盡郭富城 聽... 好了啦 不要再問我意思了 對啊 什麼柯南 什麼陳世界什麼 風水... 風水達人 好了 不要再講一次了 今天的主角是又欣哥 我們要把焦點放在他的身上 今天的委託人 馬又欣 是許多八點檔指定的大反派 在戲裡總是捅別人刀的他 在現實裡卻老是遭人抹黑 甚至惡意重傷 而小人有多恐怖 你一定要知道 他會A你的錢 讓你悲黑鍋 甚至是斷你的桃花玉貴人 這又該如何解決呢 今天很像又欣哥這樣 又欣哥好像剛搬來這裡不久了 一年 一年的時間 這裡是因為離工作成... 對 因為這邊離公司近 走路只要11分鐘 連紅綠洞都算進去 還有多個1分鐘 你應該是快步走吧 姜老師可能講要走20分鐘 以姜老師的腿層的話 大概要20分鐘 好啦 反正就是你工作的地方都很近 所以那時候就選來這裡 而且很多的好朋友都住這裡 對... 所以就很方便 那你住進來之後有感覺什麼不一樣嗎 工作部分還OK 但是就是好像老師覺得背後被針 還是被什麼刀子捅一下 小人 小人 小人的問題是不是 老師 那小人的問題要去看哪 小人 小人就在那邊探頭了嘛 小人沒了 小人沒了 那我的心疏耶 那杯子也算嗎 你是一個封面 就很嚴重嗎 那這些杯子也算是小人嗎 這杯子也算是小人嗎 這杯子不算小人 那我們要從哪裡看 我把小人拿起來炸了 可是又欣哥有什麼例子嗎 就是有比較明顯的 我們可以講的嗎 因為圈子本來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 對 那有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 那可能無意中 可能你可能演一百集 不然六十幾不見了 對不對 本來講好一百集 後來只剩六十幾 所以你說小人是編劇嗎 沒有…我沒有這麼說 不要害我 現在還在演什麼 注意看要急速 對 其實是可能有些人 在外面誤傳亂傳說 欣哥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才要這樣子 在亂傳 不願意等對不對 對 演戲苦等戲更苦 等戲苦 沒戲更苦 所以不要把老師說要讚美 永遠的讚美 對 沒錯 所以小人這一塊要看哪邊呢 我們如果以這個客廳的大門 來看的話 通常我們說的 以大門為主的話 左青龍 龍邊一定要開闊 而明亮 而乾淨 它這邊龍邊的廁所 雖然沒有正對我們的門 但是也是一個我們做的廁所 還好它保持得非常的乾淨 否則這個龍邊的 男性的小人有沒有 會像狂風巨浪一般的 來鋪洗它 來消滅它 來捕毀它 到狂風巨浪 到狂風巨浪也太誇張了吧 如果這是舊時期的廁所 二臭連連的話 這個龍邊的小人 就就像一坨大便 往臉上母一樣的 要請 對啊 這樣能夠更深刻 所以意思就是說 又欣哥他容易在職場上 遇到男生的這些小人就對了 對 但是你說他廁所很乾淨 不是就沒問題了嗎 所以說可能對方的社會地位 對方的身分 可能不低於他 會有他一定的社會的品位 跟他的外型 但是他畢竟還是龍邊的一個廁所 所以他還好處理得很好 把人際關係處理得很好 其實把廁所處理得很乾淨 代表人際關係會好一點 所以他遇到的是高貴的小人 對 可能是電視台的主管 也許是編劇 也許是製作人 不管長官 對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其實我覺得發現到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進門 因為他的門是這樣開 對 他一開門之後 就看到冰箱了 一進來就是會看到冰箱 在裡面這個廚房的位置 對 這是不是有一種 你怎麼又忍不住 是要開你的冰箱 對啊 好 你自己說 當自己家 耀心哥 我們認識那麼久了 喝一點飲料也沒關係吧 對啊 你要喝哪一種 那我自己 下面都是我的 我真的不貪心 我拿小冠箱 是 沒有你的 那老師這個會有問題嗎 剛剛你倒進來一個問題 門外推跟內縮有什麼差別 日本人的房子通通都是外推 那真正的房子是以內縮為主 對 通常是開門進來 對 它這個是開門出去的 一個大原則 門主罩是風水三大原則 無論你內脫或外推或內縮 一定要記得你收的時候 一定要是一面牆 呈現一個可收可放 其次外推的意思是說 它把這個氣 居家不好的氣 可以往外推出去 它是有這個作用在 如果你內縮的話 你窗外的景 門外的景是好的景 好的氣 收進來 抽進來 其實是加分的 還是以你居家如果外面的景 空氣 你要看它的景 它的這個景 因為它對面也門對門 對啊 你要什麼景啊 就走廊 如果門外的景是空氣新鮮 遠景無限 那麼一片遼闊 那麼內縮的話 會把這個好的氣 往裡面抽進來 那如果以這個來說 可是它外面沒有要外推 要外推 因為它這裡的氣比這裡好 好 所以推出去的話 反而是望到門外的 所以它這樣是對的 對的 正確的 我們這裡做切割線 這邊好 這裡稍微弱 所以老師意思是說 如果你推開你的門外遠景 是很亮很開闊很明亮 很有遠景的話 那你就是 往裡面開 對 把好的帶進來 但是如果這樣 因為外面這邊有燈嗎 有 可是它沒有長期再開 如果是這樣暗暗的話 對面有豆口煞 不太好的話 你就是這樣子外推 對 還有第二個重點 我們這裡看出去門對不對 對 左青龍 右白虎 當然是以 龍開口 而不是虎開口 當然要動 對 雙向加分 所以這門開得很好啊 開得很好啊 把好的氣場 可以照亮 外面不好的氣場 開龍邊 可以彌補虎口咬人 加分 虎口會咬人 如果這邊開口啊 如果不是代表生理器 對啊 虎口咬人 你太恐怖了吧 對 這邊開口就是虎口 如果是開虎邊的話 所以一般有人開虎邊的嗎 很多啦 這種方式 所以這樣不好是不是 不好 虎邊又開 然後又開錯方向的話 那是大胸 大門開箱 切記不要壓迫到虎邊 避免虎傷人 造成意外與血光 若門外遠景無限 開箱往內 象徵歡迎好運 若門外煞氣恆生 則往外將不好的擋在外 那請問一下它這個開門 就算它這個門開得好 開門竟然還是開到冰箱 這裡本身具有一個門 廚房沒有門拿來女主人嘛 所以它就是顧家寡的一個 現在有要再處理 可以放下它了嗎 我跟你講真的它露才露得嚴重 因為我整罐快喝完了 是你口渴吧 沒有 真的 我平常喝兩口就放回去了耶 你說說看 我不由自主的耶 好了啦 所以它這個沒有門 因為它這一扇我覺得做得很好 對不對 因為它開門至少有擋住 可是它這一扇沒有門 是... 你那邊已經有... 可是你也知道 因為這種就是比較像 就是空間比較小一點點 它如果做一個半開放式 就會...就不做門 這樣有差距嗎 沒有門至少要有個連 門連...好不好 把廚房的晦氣油煙不要外溢 第二個它本來是水火沒有沖的 對 也化解了廚房水火沖 對 廚房看廚房 錯開來之後 可是它過於執著 它就是不肯坐門 它前面沒有女主人 也不要再有門 他可能是不知道吧 對啊 其實我馬來問過 他說我就是不要女主人 所以你現在就是想要自己一個人 享受生活 對...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空間 其實一個人可能 你是放棄愛情了嗎 是對愛情有點恐懼喔 真的假的 改天幫你介紹鄰居好了 介紹鄰居讓你去問他們好了 怎麼很多好鄰居啊 所以就是當... 所以是鄰居商人 不是... 就是想要享受一下單身的自由啊 然後享受自己 然後認識工作 其實我們沒有要太隱私的意思啊 只是說有時候可能 你會有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家裡的擺設 會讓你有導致這樣的狀況 對 那天張老師來的時候還跟我講 他說沒有門 哪一個男主人或女主人 對... 我說我就是要單身 不要女主人 其實他... 對啦 我覺得單身也是一種享受啊 那老師如果以這樣的例子 很多人可能不想要交女朋友 或是交男朋友的話 他就是把這個廚房空下來 沒有門也不要裝著簷子的話 那真的只有在這部分有影響嗎 還是對於事業上面也有影響 當然對事業是影響不大 但是你不想交跟你不要交跟你交不到 其實在風水的命中都是畫等號 我不要跟我不想跟我交不到 就是無的意思 反正都是臉 我交得到 我很多 我有是有 在風水的時候有跟無 贏跟羊 是跟非 他就是沒有 所以他還是沒有 所以如果他想要的時候 他自己再把簾子裝起來就可以了 很微妙囉 如果你裝起來之後 裝了霧簾或裝了門 馬上去叮咚了是不是 對 沒有這麼快啊 那老師自己這樣講 他講得那麼厲害的樣子 沒有 我們真的是印證過很多這種事情 對 來得好不好的一張別人 確實就會有你組的來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你想要開始 想要談戀愛什麼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簾子裝起來 所以簾子跟門 裝的價錢跟來的人有差別嗎 你說對比 就是裝得很黏的那個 我們這樣就飄飄飄的那一種 就來的不是我想要的 有型就有靈 所以要花一點錢 你跟裝那個高級水晶門 可能就是明遠 對啊 明遠 如果你自己放T恤的布 來得就瘋瘋癲癲癲癲癲 好 好 到瘋瘋癲癲癲癲 可是我發現他的那個灶火 上面堆滿了東西 因為對他有什麼 因為單身 這次就是 沒有在開火 沒有在開火 床就是要睡人 椅子要坐人 爐上面就是要有火跟食物 他竟然放這個雜物恆生 也代表這個是 形同虛色的灶 所以他是男生 他沒有灶沒有關係吧 灶是代表你準備 風雪頭 糖為羊 灶為陰 陰陽本身要互補的 無論有沒有用 至少他代表是一個女性 認識女性的一個型 也就是女孩子的個性 你至少也不能全斷 你至少也要女生貴人 不過我現在女性能力越來越少 真的假的 所以我當然是男生來找你 所以你在等待男主人嗎 老闆常常找我 我知道 很愛找你 很愛你 是不是 對 但是所以你不能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工作上面 很多長官也是女生 而且你很多粉絲 對 又經過超多女粉絲都很忠實 因為其實做我們這一行 還是需要 那我會聽見好設計 開門極見的冰箱 以及物品雜亂的擺設 都讓財運以及桃花受影響 最好是能保持整潔 再加裝門簾或是門板 來掛酒 而廚房的問題解決後 緊接著 幹嘛用心困擾許久的問題 也在客廳出現了 這藏有煞氣的沙發擺設 竟是范小仁主因 樓梯位置開得好 事業跟著步步高升 門為口 T為舌頭 這個樓梯 我們正對客廳的正門 一定正對客廳門的 左後方上去 才是真正的步步高升 所以你選的是很適合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對你是好的 您家也有風水問題嗎 請附上聯絡方式 傳真質疑上專線 或上未來官網 以及風水有關係粉絲團查詢 我們就會幫你改善風水啦 其實張老師不管你看到廚房還是廁所啊 還有包括現在的客廳 其實他當初買的時候是一個食品物 因為工作上的需求 所以我必須要趕快住進來 因為上帶地方比較近一點 所以他已經都裝潢好了 對 所以我沒得挑選 沒得選擇說 我必須要去照我自己想法設計的地方去做 那譬如說像這個客廳來講 這客廳其實他當初設計的時候 它是一個客廳的位置其實是在這個樓的前面 然後這邊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原本是有燈 但是我把它封掉了 然後它沙發每次設計在這邊 就直接是正對著門口沙發擺在這邊 然後沙發的後面呢 後面是什麼 是書桌 書桌 然後各位現在看到這個呢 背後這一面牆 其實它原本是一個整個是書桌 書桌 書櫃 那我認為小滴就是認為說 平常背那麼多劇本已經很辛苦 那也只認為沒這麼快念書 乾脆把它改成酒櫃 不是 比較接近你的生活 對… 而且你誕生跟擺成這樣還滿適合的 所以有一些不管男性的朋友 還是工作上一些女性的朋友 偶爾就會來小滴家裡面坐著 然後放鬆聽音樂聊天這樣子 或是幹狗一些 大家覺得不太愉快的一些事情 反正所以在這邊 還滿能暢所預言的就是 對… 那還不錯耶 所以這沙發是你自己規劃的 這個是定做的 定做的 這樣子啊 此時佩蓁似乎有所發現 這案情並沒有單純 痛意怎麼會犯了這種錯誤呢 其實我覺得這沙發真的 很漂亮耶 而小禎也開始面有難色 它是防水 防油 防火 歐買提公費 這沙發擺明就是會髒小人啊 這樣 到底我該不該告訴他呢 究竟沙發的擺設 又會惹出多少風波呢 怎麼了 大家一直看我 我有靠啊 我靠牆 靠得更緊的人 每一集都把我拿出來講 有想過我的感受嗎 你們這樣對嗎 為何沙發有靠 卻還是出現問題呢 大家白紙黑字看得非常清楚 白紙黑字 誰寫的 就是說 不是白紙黑字 就是說已經呈現一個事實了 對啊 它的背後 我們希望沙發是平整的 或是有山有水的 它的背後竟然是 柱跟梁橫生 這件事情 自己知道的梁跟柱 沒錯 有沒有看到 這是像這 像一把刀一樣的這樣子 一直砍到它的頭部 第二個 後面有鏡子 有鏡子 就是代表玄武空虛 本來是一個石牆可以依靠的 靠的竟然是一個放空的 空的 其次就是你看 我們人的 小小的照片 小小人的照片 都不能放在背後 雖然是我們的親戚朋友 都是好朋友 但是我們社會小人在後 應該把我們的朋友 所以你說他們是小人 公開他們 公開他們 楊晴 不是 你完了 這樣是講的 差聲講的 哪有誰 我不想惹火楊晴 等一下 真的假的 我這個意思 我這個壓力也 楊晴很優秀 他是我們社區大姐的 對 你敢說他是小人 你真的沒有人敢這樣講他 他都很優秀 而且他做的話劇 他是我們舞台劇的導演 導演都很棒 對 導演很好 在我們心中無可取代 你說是小的 在我心中也是神 只是說他的那個 感覺上是小小的照片 所以要把照片放很大嗎 不是 不會 那是大小人 還是小人 對不對 所以就是沙發後面 就是怎樣都不能放照片 平平整整的 有山有水 即可 可是有的人會放一些 歐密陀佛 可以 這叫做 或是以這個 這個信仰作為他靠山 因為他是超乎人之上 可以 很多人後面其實是平整的 上面就會掛一個十字架 對 或掛了頭像 對 現在其實可以的 我也知道過一個商人 他生意做得很好 只要每一屆新的總統出現 他都放那個總統的照片 結果呢 結果 胡家虎威 對外來說他很熟 很熟 他現在… 還是賺錢 真的啊 還是賺錢 這就是一個氣勢 自我提升 所以我們也要放總統的照片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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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總統代表貴人 以跟貴人合照的那種氣勢 來提升 對啦 就像很多人會把家裡 會放什麼跟達賴喇媽合照 對 跟什麼世界名人 跟柯林頓握手 對 很多餐廳都放這些 對 真的他聲音就特別好 有名人的加持有差 對 所以說我們自己的家裡 就是小… 隨便的 只要是朋友的都不要放 盡量不要放 好 大人物才可以放 但是如果這個朋友最近很貴氣呢 也還是要 還是不要 基本上如果要這樣比的話 就是看他有沒有比你富裕富貴 如果有的話沾他的富氣貴氣 也OK 那這樣怎麼看呢 就是他的帳戶要多 我們多少個領域 不是啦 就是在某個領域被肯定的一個階段 但是其實又欣哥這個牆不只是照片的問題 還有他就是沒有平整的問題 對 沒有平整的問題 然後加上鏡子 對 因為這原本你剛剛說原本是什麼 書櫃 對啊 所以他原本設計如果是書櫃的話 然後書桌在沙巴的後面 對 後面放書的話是OK沒有問題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放書的話 它整個凹進去就變成填平了 就變平的 就變成一個平平的書牆 那麼就沒有所謂的鑄刀跟… 了解 老師讓他冷氣放這有關係嗎 他只要沒有正蓋在他的頭上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還好 可是其實你現在也還好耶 因為你其實現在如果再加個櫃子的話 櫃進去 加個門也可以啊 對 而且你這一個空間整個就浪費了耶 對不對 你這等於是一個原本… 房屋 對啊 其實是可以置入空間 就把櫃子做起來做平的 對 就可以有靠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前出卻後懸武 懸武要有貴氣、要有負氣、要有平整、要有平順 而你的後面就放一些雜物、垃圾之類的 其實就是會氣 它不是垃圾 它只是它收納的空間 不是它是東西還沒有用到的東西啦 那不是垃圾 那個不是收納的空間啊 對 那都新的 你盡量放一些… 所以把後面那塊甜品還是要… 包括鏡子這邊也要甜品 鏡子要拿掉 老師,如果他加個櫃子門 不看到的話 他鏡子就不用拿了嗎 對,當然是這樣做 對啊 所以我只要加門就OK了 對 包括這幾個小格子 這整個就是要放後面 沙發後有擺放小人像 或是有不平整的牆以及鏡子 都會招致小人 只要將後牆保持平整 便能化解 但是你看他放那個酒 還真的很放對 對啊 真的啊,真的放得很對 像支瓶啊 要買不會買得到耶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這瓶真的很酸 好喝嗎 開開開開 好啊 又欣哥老師講 你家是不是會有漏菜啊 你會不會漏菜 有,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是先進來 是先看到飯廳 廚房飯廳 那當然一定大吃大喝的啊 應該講說 富山貴水 左青龍,龍高虎低 有一點還是要給它加分 像這個大理石 對 像一座玉山一樣的 高高在它的龍邊 所以它的地位 跟它未來的發展是加分的 但是這個是左青龍 虎邊對不對 虎邊是要代表水 代表陰 那麼放這些水 不是一般的水 就是我們說的酒水 中國人的風水有三大 代表錢財的 什麼 一個是我們說的米缸 米缸 米缸 它包括放的位置 都代表它影響它財運 第二個 中國人說鹽巴 有沒有聽過 古代人做東西 做事情 換物,一物一物 鹽巴是可以換 鹽巴是可以換很多很多食物的 它也是第二 錢財代表 第三個就是水酒 水酒 水酒也是喔 那個酒 你知道那個酒 以前私釀酒 甚至於是犯法的 或是私賣酒之類的 酒就是最富貴的富水 所以它把這個放這邊 正好就是我們說的虎邊 就等於是水的鈔票的意思 那如果... 水鈔票 那... 你真的很會講耶 原來水酒這麼好 那如果我們都一直存在身上呢 你就把它喝掉 而且就可以還一直帶著走耶 對啊 那是酒精中毒 但是我跟你講 真老師你真的講得對了 因為又欣哥有開店 然後有開很多店 而且就是賣這個... 酒啊 酒啊 對啊 沒有看酒啊 現在都差不多收掉了 幹嘛那麼... 幹嘛要牽... 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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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多人 對啊 所以其實它如果開這個部分 也有賣到酒水 有關於這部分的話 那酒水也算是它的身材工作 當然它加分 非常加分的 以它的行業跟它所販賣 它的工作 這個反而是加分上的加分 所以還有一個... 我們應該放一堆酒 誰 康哥 太夜店 是 對... 那我們反向思考好不好 如果放了一堆壞掉的水 壞掉的水 誰會把壞掉的水放在家裡 誰會這樣做 譬如說就是發臭的水 魚缸 或水汁 長久沒有換的 或是有人放個水竹香 發臭的就是壞水 那代表破財的意思 了解 那以又欣哥家來講的話 除了那邊可以讓它身材之外 它的材味是在哪裡 它的材味基本上 那就是哪裡 它自己也很會製造材味 在這個地方 就是只有這個角落 在這個角落 所以這個空間是好好利用的一個 發揮的空間 加個櫃子 那你的材味就更藏起來了 所以放一些... 毒蝦子吃 毒蝦子幹什麼 這個是... 道具 道具做給我了 你道具 他寫道具做給我 他是用一根吸管做出來 什麼廟 是吸管 可以拿嗎 可以拿那個盒子出來 那個盒子 手... 看起來真的很像這個耶 等一下 這是吸管是不是 你們拍戲的進度還好嗎 對啊 拍戲大家都在幹嘛 對,其實我們需要的道具 都沒有用到 就是不需要它都不能再做 這是吸管啊 對,這是一根吸管它做出來 那是什麼 我上面是這些炸蒙有沒有 小炸蒙 好酷喔 這又可以到烏煞了 這真的 我們都不小心少放回沒有 對,因為通常我們都... 烏蝦煞、蜈蚣煞、蛤蟆煞 蛇煞 蛇煞都屬於這個 OK 好 這個我們帶回去 他不如你留在你的身上 好 待會兒錄完之後 馬上轉送給楊綺 老師就錄完 他們看到楊綺就... 老師要算楊綺 這種脾氣暴力的人 拿這個應該OK對不對 他在拿來當手環吧 對,他應該說 這是什麼 我哪有在怕 有可能 沒有發現張老師面有難色 想不太出來 不太感激 為什麼面有難色呢 其實楊綺是個非常好相處的人 我沒有說不好的 他非常的好 都是你們說到不好 我覺得他非常的好 那我說他不好 沒有說他不好 沒有嗎 剛剛誰說他是小人 請看重播 沒有 我的照片裡的人物太小 好啦 所以柴位也沒問題 這才會很加分 很加分 應該多放一些身材的東西 沒有錯 不要放那些素貢 其次因為他到處奔波 工作千馬行空 無所不在 我們要關心他一下 遠方的錢財 可以嗎 這個是靠山財 對 這是格局財 再來就是我們說的信仰財 但是遠方財 遠方財 解決完客廳的小人問題 眾人的焦點 馬上來到了前陽台 這前陽台的開窗劍刀 竟然馬又欣難投血光之賽 雙腿夾財格局 幫你咬住雙倍財源 那我們所說的財位 一定是一個重點 一定是L型的 鋸材器 就是一個虎口 裡面是不是一個 馬蹄形摩滋形的 是 雙虎口 這個位置是 這個位置也是 就是雙虎夾財 雙虎西財的格局 哇 帥 前陽台關係著事業發展 當你開窗劍刀 代表會有意外與血光發生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就在解決完沙發問題後 眾人性高采烈 唯獨馬又欣 現在總算是我Solo的時候 我現在一定要好好表現一下 讓你們知道 什麼叫做轉眼鏡 欸 是說 我在討論的環境 也睡了我這麼久了 到底是要怎麼樣 剛老師 對 我的陽台外面的圓景 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看看 他們都看得出來 你看一下 好像有看到廟 對 還有 小小蜈蚣 小小 有一個煙囪 煙囪 對 其實我覺得那些都有點遠 其實我覺得好像還沒那麼嚴重 我感覺我是一直被這個柱子 好像有一點 你說這個很圍掉的感覺 這個柱子 對 因為遠的東西已經看不到 因為它太近了 可是你這柱子好像有點擋到你的命 對 你可惜了 其實我們看風水 門外的景色 就像一幅畫一樣的 那個蜈蚣鐵塔這麼小 不足為奇 不足為距離 那個廟的那個屋脊 那個屋角很小 幾乎影響不到 在外的煙囪 細有小小的針 其實造成傷害很可怕 最可怕的是 你窗前門前這把大刀 有沒有看到這個柱子 這個柱子 遮擋了你整個的一個開門 有劍刀的一個危險 那劍刀沒有關係 我們說過 當我們遇到防中針的時候 或遇到開門劍刀的時候 把它補平鋪平 就變成一個隔板 對 那麼只要不劍刀 雖然有點阻礙 至少不是看到刀 所以把這個部分 裡面 你不能改 你不能改 裡面用板子鋪平 這裡把你這個雜物 放在這邊 把這個雜物放過去 那麼你這裡所看出去的空間 是比較沒有阻礙的 那麼紐約牆以上是有緣景的 那麼相對的左青龍 龍開闊 虎比較暗 虎比較短 有阻礙 反而是好的 你現在是虎劍刀 龍又堆了一兩箱 你的這個雜物 虎劍刀會怎樣 虎劍刀一樣 只要劍刀都是不好 有受傷或女人緣不好 或是會見斬勤師 或是情路坎坷 或是家中的女孩子 女人有受傷的那些 那還是要趕快 那還是要看一下 所以這個牆把它補平 不是 補那一塊空洞 就是那個空洞 那個空洞就對了 好…你去講清楚 好熱喔 冷氣都一直流走 冷氣流走就不環保了 對啊 對 那一塊是 Good OK 那一塊鋪平 好 然後東西翻過來 對啊 然後這邊怎麼樣 真的 補平 然後這個沒關係 有點逆光對不對 對 我也這麼覺得 所以它在那邊補平之後就好了 對 什麼 玩笑 你出去太久了 攝影師說逆光了 懂了… 懂了… 不是整片補 把那個缺口補 那個缺口補搶就好了 對 然後把這兩個移過來就好 那是不是更… 感覺上更好 對… 當我們面對窗外 有一定距離的煞氣 對我們是不會有影響的 而前陽台劍刀的問題 只要補上隔板 就能順利化解囉 可是它的客廳還算方正 對 我覺得它滿方正的 雖然就是… 就沒有到說很大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一應俱全 小而美 對… 而且裝潢得非常的氣派 是 明廳暗房 明亮的客廳 採訪好的客廳 就已經六十分了 那它的房有沒有暗呢 有沒有暗房 看一下 當一行人決定前往二樓的同時 小禎似乎發現到了什麼 這裡不是 詹老師怎麼又沒發生 又要我來提醒他了 要是我不在 看這節目該怎麼辦 你們… 詹老師 怎麼了 你今天是不是又忘了吃藥了 吃什麼藥 銀杏模型的粉 銀杏粉 為什麼每次都要我們提醒你呢 你看看這個樓梯 是 這煞氣 這樓梯很好耶 你看它都有做這個抽屜 我好喜歡這種 有做抽屜 有 就沒有浪費空間耶 第四季了 你還在講這種愚蠢的話 這… 這難道不是重點嗎 這樓梯 你看不出來 插機在哪 這樓梯 我覺得這樓梯挺好的耶 而且它就是 顏色搭配得很漂亮啊 蔡老師 是 你說說看 既然小禎有這樣的疑問 我還是跟大家把話講清楚 好不好 樓梯本身在風水頭 門為口 梯為 舌頭 在客廳門的左後方上去 才是真正的步步高升 我們說的飛龍在天 由後往上 也代表我們先看到客廳 再由客廳到上面的房間 是最順的 所以如果一進門 馬上就有一個樓梯往上走 那是不好的 那一進門 整個樓梯往上走是 我們說的是低 只有八十分的 只要在龍邊 也代表龍 步步高升 代表家中的男人兒子 事業有成 第三 也是比較不好的 在虎邊 面對我們客廳大門 右手邊 右手邊的樓梯 右手邊的這個 右後方 我們稱為虎邊的玄武 那代表虎開口 然後女人的氣勢越來越強 不是女人會咬人 代表女孩子要戰戰兢兢 一直會在家裡邊 勞累、勞累、復出復出 虎口大開 有時候變成撈騷 埋怨、爭執、爭執、爭吵 撈騷 就是撈騷 撈騷跟啰嗦 你去哪裡 你不要回來 待會兒這次 你吃什麼 你送什麼 我們這樣 有這個狀況 最差的就是 面對客廳的正門 的右前方 右前 我們稱為虎前開口 一進門就是虎口面對 虎口面對 虎口面對 是一個難願會咬人 會有血光的口 所以開樓梯 一定要記得 左前、右前、左後、右後 這四大原則 其次 其次 這叫做...對不起 這叫做尺狀 以這個尺狀 這裡往前看 如果看到了門 側門 傷我們的身體 罩門 傷女主人 這個刀 面對的是臥室的門 誰睡到臥室 就容易讓我們見刀 所以以這個 作為鋸齒狀的一個刀 老師 其實它只是兩階 也有影響是不是 如果我往這邊出來 這是我的房間門 它的高分在這裡 就代表被絆倒 或是膝蓋也下受傷 如果這個鋸齒 是一面而來 代表過向雪光倒傷 距離夜境 它所發生的危險是越高 很遠很遠 要練當別人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可是它現在這兩個 只是...就是對到餐廳 有什麼影響嗎 所以我沒有說有關係 是它說有關係 不是 我不是這樣覺得 它的OS你聽得到 對啊 我... 怎麼... 怎麼... 怎麼接來 老師我問你一下 老師我問你一下 他整個樓梯 我沒想到才有關錄音的時候 整個樓梯 那學問這麼大 可是我剛剛聽到你整個四方 沒有一方的那個開口 樓梯開口是對女性好的 就是你有一方是好像男性 是飛鴻在天 男性的事業很好嗎 女性非常好 因為中國人比較重男輕女 男尊女卑 這錯誤的觀念 但是他們傳統 男人步步高升 女孩子就可以扶搖直上 以富為貴 他們希望男人動、跑、活躍 有生命力 女人在家裡頭數鈔票就可以了 可是唯一不得已 對 就是女人必須要拋頭樓梯出來工作 很辛苦 對 因為現在很多的不管是單親家庭也好 或是說家裡可能爸爸很... 爸爸選擇做家庭主夫 對 那媽媽要出來賺錢的話 那這樓梯到底要開在哪裡 所以你說得很對 風水是既定的 當我們發現這個男生比較... 事業比較弱、財運比較弱 然後我們就要調整 而正好這個女生 或家裡的女孩子比較強勢 強勢 那麼就給他讓他去... 滑一彈 不是滑一彈 什麼 滑一彈啊 給他出去賺啊 對,真的是這樣 讓他如果比較會賺的話 風水是一個概念 當那個男生認為 我確實要讓我的老婆、女性 步步高升 我甘於現狀 那麼當然虎牆融落 OK 所以我的樓梯就是應該要開在哪一邊 虎邊 了解 因為現在其實男女平等了 很多女性引致出來工作 對 很多女強人、女老闆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但是風水有一個重點 不是因為這樣擺設 而帶來災難 是因為有這樣的觀點跟局勢 才會形成這樣的選擇 他就是有一點大男人主義的 對 他就是選擇往家上去 所以你選擇是很適合你自己的 對 就是你自己對你是好的 家中的樓梯開向 切記這四大原則 以馬又新家來說 若樓梯是開在大門的左後方 以及左前方 是有助於男主人運勢 而樓梯的踢刀不宜正對門 容易造成意外血光問題 接下來的主卧房 聽說有兩隻老虎在幫忙聚財 這主卧房的雙虎財位 如何讓馬又新財富翻倍呢 到底主卧房裡的雙虎財位 會帶給我們什麼意想不到的聚財效果呢 來 讓老師看看這我的主卧還有配音間 來看一下 很高耶 對耶 對我來講是更高 沒有比較高的人沒什麼壓迫感 所以這家真的還是做得很好 這時曾老師卻開始感嘆 在風水路上我真的是孤獨的 這個房間最大的風水妹妹 就活生生的放在那裡 你們看到了嗎 這個更衣室可以說是聚寶盆中的聚寶盆 難道要這樣子被遺忘嗎 子余難選啊 子余難選 張老師 你在看我嗎 只有你懂我 大家知道我是普通的更衣室 不知道我是財運的帝王 想要雙倍的財運就要看我了 你們大家知道嗎 李佩甄 李佩甄 就跟你講說喝酒不要吃藥 你自己在那邊照什麼意思啊 有嗎 什麼 有 就是你 我剛剛只是在照鏡子而已啊 是嗎 講稿都還在裡面 好 重點是 我有看到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 我很怕它是房中房 但是你知道因為 它好像有一些格局是 是好的而不是不好的 有聲音嗎 對 就等於廢話 對 就是到底是不是房中房 我有點小擔心嗎 因為它如果老師是那個裡面 不是比外面大的話 就不是房中房 裡面一定要比外面小 第二個裡面不放床的話 基本上都比較放中房 那其次今天要教大家 雙壺夾財的格局 雙壺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面對 任何一個空間 這個是我們的 可能是書房的門 也許是客廳的門 也許是臥室的門 很簡單 左青龍右白虎 虎開口會傷人 但是虎開口 也能夠咬錢跟聚財 那我們所說的財位 一定是一個重點 一 一定是L型的 對啊 聚財器 就是一個虎口 虎口 第二個 裡面是不是一個 馬蹄形或字形的 是 就是雙虎口 也代表說這裡有兩個財位 除此之外呢 觀眾朋友說 老師我可以製造更多的財位 有時候藉由空間的設計 當然這裡不需要 有的空間大的 光是一個木字形的話 還不夠聚財 它會製造更多的隔板 更多的空間 形成一個口 兩個口 三個口 包括這裡出來 也是一個板子 當然配合實際上的 空間設計的需要 會形成很多的虎口 虎口 虎口 可以咬財 也能夠聚財的意思 所以製造 我們從來沒有嫌過聚寶盆多 只有嫌財位不夠 於是在虎邊 能夠創造聚財的格局 是一個更加值得把握的 因為其實很多樣品屋 都會把那個更衣師 做成像這樣的模式 對 所以其實保留下來 這是很好 當然如果它是做在龍邊 就變成龍不開闊 龍壓破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一個 聚財的格局跟位置 所以一定要做在虎邊 就對了 虎邊有這個模式 形的就會聚財 對 加上你那邊門也是開在虎邊 所以有雙虎的意思 對 沒有錯 可是老師你以前也提醒過 我們說家裡最好不要用這種 不是這個 這種查鏡 對 對 如果說這種查鏡 如果有反射 它只是一個透明的玻璃 那沒關係 如果是貼鏡面 跟鏡子的話 就是鏡照床 那麼對鏡成四人 或是陰陽兩格 會有一個混淆 對鏡前如果成四人 它現在是一個人睡 不是這樣 如果假設是男女的話 就順了 好嗨喔 所以 不是嗨喔 這不太擠嗎 有些可以在旁邊等 什麼 一定不是耶 反正鏡子就是不要照床 就對了 絕對不能照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在家裡面 想要做一個這樣子的更衣室的話 我們就是最好是坐在虎邊 虎邊 然後坐在虎邊 然後有這種摸字型的 其實這裡面就是一個柴位了 對 更何況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也會呈現一個L型 所以這邊也會有一個凹槽 對 所以這到處就會變成很多的柴位 就對了 而且更令我們感到讚嘆的是 這個位置也是床的虎邊 所以是絕對的一個百分之百的柴位 呼呼聲峰 就是雙虎夾柴 雙虎吸柴的一個格局 你那麼是不得了了 所以你剛剛是都不知道 你有這個完好的柴位 對不對 好像十平五嘛 對 十平五 所以你搬進來之後 你有發現你自己財運變好很多嗎 目前慢慢 有感學到 搬進來多久 我們剛剛是不是 一年多 一年多還是可以慢慢來吧 對啊 提升很多嗎 沒錯 應該一倍了吧 一倍 還沒有大概 這種格局應該是有賺到錢 樓上賺到錢 樓下交友不慎 又犯小人 所以一進一出 所以大概小賺一點而已 這平衡 我當年一時 就是他這個房間是非常加分的 對 但是因為樓下有點犯小人 所以又降低了一點點 簡單說 一、遠方財好好壞壞 就是前院 二、樓下的貴人財 靠山財 稍微弱 扮小人 包括進來的左邊的樓邊 三、以格局財的話 二樓是有格局財的 它稍微能夠有格局財 那麼加分減分 加分減分 剛好打平 住房裡 床的虎邊 不只有個L型財位 更有一個M字形更衣室 形成了雙虎咬財 而若是家中格局在虎邊 也有個安靜的空間 我們也能在牆外 製造一個L型財位 動手創造一個雙倍招財格局 其實他樓下再整理一下 這就是... 樓下 樓下 你只要做幾個櫃子 就已經可以把那些煞都拔掉了 再把楊小姐他們拿下來就更好 這是妳說的 這是妳說的 妳是說的 沒有錯 這是她的 但是剛剛照片就換個地方放 也不是說不要放 楊欣我們沒有提示 楊欣我們開玩笑 真的楊欣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對啊 全大家都很優秀 尤其是在演戲的人都非常的辛苦 已經一個多月沒回家 一個多月 難怪家裡這麼乾淨 沒有人在住就對了 平常就這麼乾淨 有啦 其實我覺得... 看得出來她很愛乾淨 其實佑欣哥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我們以前一起拍戲的時候 我看她東西都收得整整齊齊的 就知道她其實是一個很愛家 然後很有這個... 所以其實女孩子 跟我在一起會有壓力 像楊欣他們來我們家的時候 他們只要在客廳一走 下面有她那個無限的吸塵機 他們只要在那邊就是這樣 熟到我才會啦 不熟了 像剛剛在錄的時候地上有幾根頭髮 我就找來為妳的孩子 應該是我 很想去做那個動作去吸... 吸地又不敢動 她頭髮比較飄逸 應該是她的 她的吧 我覺得我好像又開始在落髮 我們為什麼要離開 對啊 那我先下去幫妳吸地好了 對啊 祝福你囉 對啊 謝謝 謝謝